宝贝 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 《使徒行传》十章十七到二十节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 格尼流所拆来的人 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喊着问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 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 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拆他们来的 从这段经文看见 圣灵向彼得显明了一切所看到的意象 并继续带领彼得完成天父美好的计划 现在就让妈妈带宝贝 我们一起来祷告 做成一切事的圣灵 你是做事有定向 负全责 并会陪伴我们完成使命的神 请你拓宽我和我宝贝的视野 用最信任的态度 服从你在我们生命生活中的带领安排 帮助我们用最坚定的心智 为你所赏赐永远的生命劳力 我们也要因着被你引导 而欢喜快乐 相信你也会向我们写明 所有领导我们的事 好让我们知道你一切的美好计划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